葛思琦 你賓搞啦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盆 好啦 我有跟當事人講過話 對啊 就說 身為一個藝人 你就認了吧 沒有關係 或者 另外一個 學我也可以 不要認了 然後呢 一個人大戰五百酸米 就OK 更不用說 只有那個誰啊 那個帥帥的那個狗仔叫什麼 葛思琦 有嘛對不對 小葛啊 對啊 帥帥的 哎呀做點別的啦 挖人家的骨盆 哎 葛思琦 你賓搞啦 來跟憲哥賣卡拉紅天雷 有沒有 所以如果有必要 會再安慰一下大S 如果有機會的話 當然會啊 歡迎來罵 小飛主動跟憲哥窮住還是 沒啦 他就打電話 這個例行性的朋友嘛 偶爾就打電話 問一下 剛好聊到這樣 然後他來 這個狀態改善 我一開始還不知道 然後我來才知道阿福 那個小葛不要再這樣子了 好不好 這個事情就這樣過去 要不然人家告死你 對不對 你 擺密一定有一書嘛 那為什麼我 我不會去告記者朋友 那麼多年 你要我們認識那麼多年 我只有告狗仔嘛 對不對 對不對 這很清楚的嘛 以前那個中國時報 寫我多嚴重 說我是現代城市美 對啊 那位你們的阿姐級的記者 都已經 都已經畢業 離開這個行業了 我們還是朋友 然後後來證明 我應該算是很屌的爸爸吧 人又好 也不會 也不會亂打 也不會下流 對不對 寶貝現在狀況怎麼樣 他很無奈嘛 他說幹嘛 一直朝著他打呢 對啊 好像是昨天 風的話嘛 那我 我是安慰他啦 小葛你不要再扯了啦 小葛 昨天 所以我已經告訴他 該怎麼處理 或怎麼樣 講完對 結果我告訴他後面該怎麼處理 對不對 啊他人不錯啊 對啊 汪曉飛人不錯 他們婚姻跟我無關 好不好 認識汪曉飛的人 小葛你也沒有跟人家相處過 每天在開直播這樣弄人家 失德啦 這樣失德 這樣不好 那憲哥有問 問他嗎 因為他昨天好像說要對小葛撤告 我跟他講就不要告了啦 算了啦 叫小葛自己自己那個 還是我跟那個葛撤起講一下就好 對啊 沒事的啦 異能界裡面大家溫暖嘛 對不對 人家剛失婚 又要這樣子把人講成這個樣子 要交女朋友會幹嘛 婚後的事情 這當然自己在話下嘛 就跟離了婚以後 人家會再去結婚幹嘛 都應該要給予祝福啦 謝謝 師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